菲律宾总统阿基诺9月15号访问欧盟总部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晤 就双边地区以及国际事务进行了交流 巴罗佐在会晤结束后向外界透露 他与阿基诺当天讨论了地区海事问题 他强调欧盟希望各方通过对话与合作 遵循国际法 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巴罗佐指出 欧盟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他呼吁各方在处理地区海事问题时 能够重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基本原则 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 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缔约各国间进行有效合作 巴罗佐着重介绍了欧盟与菲律宾之间的商贸关系 他说 欧盟与菲律宾在商贸 投资领域互为倚重 尤其是2013至2014年度 双方的贸易额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高 目前欧盟是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最大的境外投资方 在菲律宾创造了40万个就业机会 巴罗佐同时也希望阿基诺 能够将欧盟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与朋友 据悉 这也是阿基诺上台以来首次访问欧洲 谢谢大家